哈喽大家好那今天做的这支笔还是一样的就是最近这 这个星期我这段时间出的笔都是观众想看我就做了 一个全新的品牌叫那个文氏 一开始跟那个vance 我以为是van的那个就那个鞋的品牌啊我我第一个就想到那个 好那这个笔就是国产笔吧感觉不同品牌但是他们的一个 外观上其实都大同小异就是 没有那种完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性总是就就总是这个感觉 好那个我们看一下这个笔的尺寸了那首先这样子会比中古笔的尺寸再稍微粗那么一点 然后让我看一下是什么键了按键我们就不用比了好按键 不用对比了好 那那个尺寸上大概是这样子的笔尖的话就没有一个需要对比的一个地方 那外观上面来讲个人觉得也是 嗯能讲的地方真的不多 来看一下这个重量先吧 10.9那应该是破不了最清的一个记录了 7.1那最清的当时是5.5那这个7.1虽然说也很接近那个记录了 好那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没有拔帽的一个长度啊 OK没有拔帽的137.16的一个长度 拔完帽以后了是 看一下啊 117.93的一个长度啊 然后再下来是看一下这个笔尖笔尖的话是这样子啊 我现在作笔好像越来越随意了 这个伊利到时候 倒是挺正的中缝那个有点一点点不是对的很准 那这个人接受那打磨上面也是挺圆论的因为这个笔没有用过不知道自然怎么样 但是不管是之前做什么那个案件笔嘛英雄永生等等的 我感觉都是一个通用件然后在一个地方出来 然后笔尖的真的就是都是同样的一个总成吗 然后然后就可能是说有好很多套模具这样 就大家东西好像都是一样的 然后就我感觉没有找到 这个东西的一个差异性在哪里了 那我们 先来看一下这个 笔夹吧笔夹 笔夹的话挺软的那弹性也挺够的那还还挺ok的看起来 然后这个倒是这个金色吧他不是金色我不知道屏幕里面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他是一个铜 他不能说玫瑰金的那个颜色其实玫瑰金对我来说是铜的颜色 然后呢这个颜色他又没到玫瑰金 就是铜跟金中间的那个色温 然后再下来的话这个笔的话上面有点那个 有一点那个 花了就是那个怎么说泛白了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搞得好像有点像那个漆杆的 然后尾部这个地方的话应该不是 是不是动 是动 是不是那个小孩子防止小孩子吞下去的时候然后还有个气孔给他吸气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了 然后再下来就是这个笔 这个地方不错 就是非常细的这样子一条线 这个地方给予一个好评 稍微剪薄一点 整个人笔的一个质感就完全不太一样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又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的一个吸摩器 我感觉这个东西都是同一个厂家出来 然后 然后印一下自己的logo 然后就结束了 这感觉都是一个 同样的东西 然后印上不同的表 就是 国产品到现在就给我比较大的影响 意思是这样 这个地方它有个印 然后是应该是涂上去 或者怎么样 应该涂上去的吧 或喷上去的 这个摸起来箭头有一个凹凸感 然后这个设计反正就是应该是说笔尖在哪里吧 应该是这样子一个意思吧 然后这个 笔帽给你们看一下反正就是wens这样 然后你看国产品又是这样子一个箭 我发现好像都是 都是同一个东西 然后感觉连设计那个人都同一个 然后笔帽里面的处理也就那样吧 然后因为它这个应该就单程了 因为铜的那个可塑性应该是可以的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铜 然后再加别的合金呢 那因为这个 拿起来其实也挺轻的 它不是说特别重的那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再下来 我看一下 再下来的话 呃 差不多了吧 我觉得 可以上一下墨这样子 我这上墨 我这上墨器还挺给你看 我好好给力啊这 还还是挺ok的这个 而且每次这种吸墨器真的好难洗笔啊 总是洗不干净啊 我一用可能一个月然后就 可能洗洗完回去的时候吧就 呃怎么讲我洗完可能放一个月然后他每次这个洗不干净我就很尴尬了 然后这个笔是文士的我看一下几号啊 330啊 文士的330这只是 诶 诶这个出墨 诶怎么回事这个出墨 这出墨 你看这 我压一下 他好像不太行啊这个刚刚上了那么多的墨了 飞白呀这我这完全 断墨了飞白 你这样子又可以了是不是 我还没写开刚刚再来一遍 嗯 这 这样真的不是很稳定的这个 呃我就不补笔了这里上面那个点没了 倒是这个握杆上还不错这个握杆上你放上去的时候 你感觉这个这个笔形吗很扎实这个就这样子 你不会感觉到这个重量感很松 它的重量感做的还是挺好的 重心做的挺不错的 但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再写下去了 你看这个 这 啊完全这样子 吃不了了这个 感觉好 我这个应该好久没做过到视频这么的短了这个 这个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的因为 刚刚看他这个笔记好像也挺 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我再来看一遍 对呀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这个你看这间还是挺好的 好吧那行吧就这样吧 呃今天就视频到这里吧有什么漏讲了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微信也可以下面留言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